我现在来跟各位介绍这个软体叫JOCR JOCR它是一个文字辨识软体 各位可以看我这边有一个JOCRinput 它是一个照片 它是一个照片 那这个照片是中文字 我们经过JOCR把它判读以后 它会变成文字 它会变成文字 那各位可以比较 判读出来跟文字跟原始文字 大致都相同 原则上大致都相同 所以各位以后如果有拿到一张纸 那 这张纸我把它稍微移动一下 你就知道它们大致都相同 如果这张纸里面是文字 你要把它变成档案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你用照相机把它拍一下 这个我也是用照相机拍的 它就有转过来了 事实上它是蛮好用的 第二种情形就是 这边有一个文字档 它是PDF 那你要把它 比如说你这个文字 这段文字你要把它载入下来 各位看我把它载入 然后你要copy 你要利用键 你要copy 它不跟你copy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钥匙 代表它锁起来了 那这时候当然有一些 PDF的解码程式 那我 各位可以去找 我们也会介绍给你 那基本上我就把这个 利用刚才那个软体把它转成这样 这边有一个PDFout 在这里 我把这个软体转成这样 它已经变成文字了 它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它转过来了 我可以再把它这个交给各位看 那我要教各位 我是怎么做的 做很简单 比如说这里 你叫下来这个档案 你把它找到 你要 对 你希望能够解开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这段文字 我要解开 那我再执行一下这个 ZOCR ZOCR把它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它会出现这里 出现这个 这个程式 你说Capture Region 就是我要抓一个区块 你说它是转成英文嘛 好那你就 Capture Region 然后你把它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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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这里 拉过来 拉过来了 好 它进来了 它已经进到这里来了 那个图片抓进来 你跟它说 Recognize 再按这里 它就转了 它现在正在转 它说要找到1242个字 你去确定 确定已经变成文字了 这个已经是文字档了 那这文字档你就可以把它存了 档案另存新档 好 这个事实上是蛮有用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常常看到 好 学校布告了 布告了 有一些字 你很想要 你就用拍照把它拍起来 当你看报纸有看到一些字 你想转什么字 你把它拍下来 或者是任何的文件 都可以经过这个方式 来转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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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